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老师 老师啊 我们前面分享了这么多集的动作 你都还记得吗 记得是记得 可是很容易忘 很容易忘 没关系 这是正常状况 只要多看几遍就好了 是 我想说 有没有一招抵万招的 这样我容易记住 一招抵万招 这是属于江湖传说 应该没有这种招式 不过有一招 可以应付比较多种状况 是 而且很多门派 各种拳走 都在使用这一招 你知道哪一招吗 哦 不知道耶 好 这招叫做十字手 哇 怎么用呢 怎么用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立刻来操作 好 老师啊 你知道为什么 十字手 是 可以 应付比较多的各种状况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承接你的攻击啊 各种角度的攻击 都可以去划井 是哦 那我们要不要示范看看 好 没有问题 走 好 来 比如说你现在出右拳 好 你看我在右拳 右拳的外侧 然后再来右拳 右拳的左侧 内侧 然后斜坯 都可以 左拳 左拳的内侧 嗯 左拳的外侧 哦 斜坯 都没有问题 哦 哦 看起来很简单耶 你们觉得它很好用啊 可是又没有自助我有用吗 当然还没有啦 还有后面的接 接下去的动作啊 是哦 那我进入下一个单元教我 好 老师啊 又进入我们 防射速的单元了 哦 十字手 哦 十字手怎么用在防身树上呢 是 诶老师 你有没有常常看 看社会新闻的时候 啊 看到人家在发生纠纷的时候 人家怎么攻击的 诶 不知道 不知道 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用王八犬 什么叫王八犬 什么是王八犬 王八犬 好 我示范可以看 王八犬就这样 咚咚咚咚咚 是 是 就是说 大部分没有经过武术的训练的时候 他会直觉的用 用这种拳头去攻击 是 就可能是变形的勾拳 哦 是 是 那怎么运用呢 嗯 我们话不多说 好 立刻来操作 好 我要出什么拳 好 比如说 大部分的人啊 嗯 是右撇子比较多 我们先以右拳为主 好 好 好 你看啊 接住了 对不对 哦 好 你看 这个什么状况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先用右手 双手 去挡住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的个人 会比较安心 嗯 然后接着呢 用身体是我们的第三只手 第三只手 去攻击它 哦 这样能够理解吗 可以 所以基本概念呢 都是用两双手去挡 去承接别人的招式 嗯 然后再用身体 去做攻击 是 好 来 第二 哎呀 哦 这就是 右手的内侧 是 好 接着来 左手的内侧 左手的内侧呢 哦 好 来 左手的 左手的外侧 好 哦 哦 如何 我很管用 很管用 我摔的要死 天昏地下 不然不发生什么事 是是是 所以你看 十字手是不是很好用 而且 运用广泛 是是 哎 我们还忘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斜披的 如果有人是从上面打下来 哦 好 嘿 老师 你看 十字手好不好用啊 很好用 其实还有更多的招式 我要练这个就好 我们下次再分享一下 十字手别的用法 是 好 那我们今天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有想要调论的议题 可以在留言板留言 好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请给我们鼓励哦 点赞 订阅 分享 谢谢 拍摄地点 新北投火车站纪念公园 位于捷运新北投车站旁 是台体淡水线仅存之百年车站 于1916年大正五年设置新北投成降所后 改称为新北投一站体 为木造结构 其三加一组合老虎窗 为车站建筑一大特色 里头环境博物园区会让您爱上北投 来了就泡个温泉汤吧 洗滴心灵让您全身舒畅 感谢参与拍摄人员 环境博物园区会让您的地上 零点赞 入口 马洞 入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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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口